可能在大家的心里 娱乐圈的女明星大多结婚 并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因为金钱 地位等一些很物质的东西 不过这都是大家的惯性思维 其实在圈子里 因为爱情结婚的人也不在少数 世界小姐张子玲到最后 还不是嫁给了爱情吗 而说到张子玲 相信大家应该对她都不陌生了 毕竟在早年间的她 可是迷倒了不少男性 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张子玲是出生于河北石家庄 是国内模特 影视演员 她算是半路进入影视圈的 一开始她是运动冠军 她从小就长得高 在体育上有着极高的天分 八岁时就进入了体校 通过不断的训练 她在体育方面 也是有着一定的成就的 后来在2003年 她参加模特大赛 获得了模特总决赛实家 在2006年也是职业模特实家 直到2007年 张子玲在当年获得 第57届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总冠军 也是中国在世界级选美赛事中 夺冠的第一人 可想而知张子玲的实力是非常强劲的 也因为这次大赛 让她从而进入娱乐圈 虽然张子玲很多光环 但是她一直很低调 有着世界小姐称号的她 不仅长得气质端庄 还有着182厘米的高挑身材 不管是谁站在她身旁 都变得黯然失色 简直就是魅力四射 她的外在形象也非常突出 堪称中国最美的女性 她得到这样的头衔是名副其实的 张子玲虽说是模特出身 但是演技却是很好的 也出演过不少影视作品 如 《硬汉21》 《博尔神探》 《大闹天宫》等等 对于大多数的女明星来说 出名也是嫁入豪门的一个好契机 可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之中 张子玲并没有丢失自己 在出道以来 她的身边也是有着不少的追求者 其中不缺商界名流 身价过亿的人物也是有 但是张子玲 却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 她并不想要嫁入豪门 她认为金钱不是第一追求 爱情才是 所以 她最终选择了嫁给爱情 她的老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青年才剧 结婚之后的她 也鲜少在娱乐圈拍戏了 她把自己更多的时间 都交给了家庭 除了出席一些活动 婚后 张子玲先后于2016年 2021年生下两个女儿 一家四口 非常安爱幸福 简直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嫁 她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也会晒出与老公两人的夫妻日常生活 甜蜜的气息也是羡煞旁人 而 如今别看张子玲都已经38岁了 生完孩子后的她 依旧腐败貌美 身材好到爆 毕竟模特的底子摆在哪 所以已经38岁的她 看上去依然像个少女一般青春活力 魅力不减 如今的张子玲 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和一个疼爱她的老公 也已经淡出了娱乐圈 做起了平凡的小女人 这份岁月静好 可比豪门的尔鱼我诈美好太多了 这样的生活 一定很惬意很幸福吧 最后祝愿她们一家四口 能恩爱幸福永远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